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条近期和长期涨价预期 纽约联储银行调查发现通胀顽固 梅林达宣布下月脱离盖茨基金会 将额外获得125亿美元 用于慈善事业 亚马逊自动驾驶车辆骤停被追尾 联邦公路交通安全部门展开调查 巴尔地魔船员引爆受控爆炸 将倒塌的桥梁从船上拆除 2024年国商日常周末即将到来 5月13日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预告预测 今年国商日常周末 全美开车出行人数将创历史新高 全国机场也可能比2005年以来的 任何国商日常周末都繁忙 AAA预计 在国商日常周末 全美将有4380万人 离家50英里或超过50英里 高于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按照这个预期 今年国商日常周末 全美出行人数将比去年同期增长4% 与2005年创纪录的4400万相差无几 AAA旅行高级副总裁特维戴尔指出 我们已经有近20年没有看到过 商日常周末旅行人数有如此之多了 与2019年相比 我们预计这个周末将增加100万游客 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而且还预示着 未来将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夏日旅游季 届时 公路旅行者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3840万 这是AAA自2000年开始 跟踪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数字 虽然目前汽油价格与去年相似 全美平均约为每加轮3.57美元 但AAA警告 汽油价格有可能走高 因为油价波动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中东局势和俄乌战争都可能给石油市场带来压力 此外 预计还会有350万人乘飞机出行 这对机场来说将是近20年来最拥挤的国商日常周末 2005年 随着旅游业从911恐怖袭击中彻底复苏 国商日常周末航空旅行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360万人次 同时 人们对大巴火车游轮等交通方式的需求 也在从疫情造成的损失中恢复过来 预计今年国商日常周末将有190万人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出行 比去年统计增加5.6%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减少了 或者根本没有人坐游轮 现在5年过去了 我们又回到了2019年的数字 旅游需求一直在猛增 长周末为度假创造了完美的机会 5月13日 曾担任前总统特朗普私人律师的科恩 将在特朗普封口费刑事案中提供关键证词 在纽约州刑事法院对特朗普封口费案的庭审进入第五周之际 曾是特朗普最忠实副手之一的科恩 作为检方的明星证人 闪亮出炒 科恩开始作证时解释说 尽管他真的不想成为一名律师 但还是在祖母的敦促下考取了法学院 2007年 他辞去了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加入了特朗普位于纽约的家族房地产公司 接下来的10年 科恩继续在特朗普的公司担任高管和律师 替他解决各种商业和资源问题 科恩曾经说 他愿意为特朗普挡子弹 他会搞定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不过他所担任的并非传统公司律师的角色 因为他从未加入过特朗普集团的总法律顾问办公室 而是直接向特朗普汇报工作 他说 他的职责包括与商业伙伴重新谈判账单 威胁要起诉别人 并在媒体上发表积极的报道 科恩披露 特朗普行事谨慎 避免留下文字记录 主要通过电话或当面交流 从未设置过电子邮件地址 他说 他会说电子邮件就像书面文件 他知道有太多人 因为留下了检察官可以在案件中使用的电子邮件 而直接落马 2017年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 科恩开始担任他的私人律师 当联邦警察官开始调查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的财务问题时 科恩与特朗普的关系由疏远变为决裂 科恩因帮助特朗普处理封口费事物触犯联邦竞选财务法 被判刑坐牢 于是成了特朗普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经常在社交媒体和播客上抨击特朗普 虽然陪审员是第一次见到科恩本人 但其他证人已经多次提到科恩 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则从庭审一开始 就攻击科恩的可信度 在开庭陈述中骂他是不可信赖的骗子 在封口费案中 特朗普被控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罪名 这些记录与科恩在2016年大选投票前给验新 丹尼尔斯13万美元封口费有关 特朗普对全部指控都不认罪 声称这是民主党人阴谋的一部分 目的是阻止他重返白宫 2018年 科恩对违反联邦竞选财务法的指控认罪 承认给丹尼尔斯付过钱 强调他是按照特朗普的指示那样做的 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告诉12名陪审员 和6名候补陪审员 科恩给丹尼尔斯付钱是他自己的行为 企图把特朗普与本案核心封口费撇清干系 5月13日副总统贺锦丽向年轻的亚太裔选民提供建议时 突然爆出F开头的粗口 不料赢得了听众的掌声 当天贺锦丽在一年一度的亚太裔国会研究所 立法领导力峰会上告诉听众 我们必须知道 有时候人们会为你打开门 让他敞开着 有时候他们却不会 然后你就需要踢开那扇发轻门 听众立刻抱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贺锦丽赶忙说请原谅我的用词 主持与副总统对话的演员 兼喜剧演员欧阳万诚打句说 我们得把这句话印在T恤上 在此之前 欧阳万诚请贺锦丽回想他作为 美国第一位非裔河南亚裔副总统的经历 以及他的个人背景 如何影响他的观点 作为领导者的角色 贺锦丽说 打破障碍就是这样 打破障碍并不意味着 你从障碍的一边开始 然后另一边结束 这涉及到破坏 当你破坏东西时 你就会被割伤 你可能流血 每次都是值得的 5月13日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受到房价 燃料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 4月份消费者上调了 对近期和长期物价上涨的预期 该机构当天发布的 月度消费者预期调查报告指出 由于受调查者对联储会短期内实现2%通胀目标的信心不足 未来一年和五年的预期都有所上升 具体而言 4月份消费者对一年内物价上涨的预期上升到了3.3% 比3月份高了0.3个百分点 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消费者对五年内物价上涨的预期升至2.8% 较三月份上升了0.2个百分点 这个结果于5月10日出炉的利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调查结果相呼应 该调查发现一年内通胀预期为3.5% 上升了0.3个百分点 五年内通胀预期小幅上升至3.1% 这些数字都远高于联储会2%的通胀控制目标 反映了今年通胀难以下降的顽固性质 预计的通胀压力将来自多方面 不过对于那些预计今年住房成本将下降的政策制定者来说 房价上涨的预期尤为令人头疼 受调查者称 他们预计到明年房价中值将上涨3.3% 较7个月来保持稳定的水平上升0.3个百分点 这将是自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除了房价 受调查者还预计租金将上涨9.1% 较3月份的预期上升0.4个百分点 此外 消费者预计明年医疗保险支出将上涨8.7% 较3月份的调查结果高出0.6个百分点 预计食品价格将上涨5.3% 较3月份上涨0.2个百分点 预计汽油价格将上涨4.8% 较3月份上涨0.3个百分点 5月13日 梅琳达·弗兰奇·盖茨宣布 她将辞去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职务 自2000年以来 她一直帮助领导该基金会 作为与前夫比尔·盖茨分居协议的一部分 梅琳达称 她将额外获得125亿美元 用于慈善事业 她计划把捐款重点放在关注女性和家庭的组织上 梅琳达当天在社交媒体X上发表声明说 这不是我轻易做出的决定 我为比尔和我共同建立的基金会 以及该基金会 会为解决世界各地的不平等问题所做的非凡工作 感到无比自豪 梅琳达称 她计划6月7日离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不久的将来 会分享更多她未来的慈善计划 当天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苏兹曼宣布 该组织将更名为盖茨基金会 比尔·盖茨将成为唯一的主席 5月13日 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 她将调查电商巨头亚马逊旗下的 自动驾驶汽车公司佐克斯 原因是佐克斯的两辆自动驾驶车辆 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刹车 导致后方的摩托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该机构当天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文件显示 她将评估佐克斯开发的自动驾驶系统 这两起追尾事故均发生在白天 事故中的摩托车驾驶人都受了轻伤 该机构证实 在这两起追尾事故中 每辆佐克斯的车辆都在自动驾驶 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称 她这次调查将主要评估佐克斯的汽车 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发生碰撞时的表现 以及何在行人共享人行道时 自动驾驶模式下的表现 2020年6月 亚马逊以大约12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佐克斯 2023年 佐克斯推出了一款外观时尚的四座班车 该班车能在两座佐克斯大楼之间 约一英里的路程上运送乘客 据介绍 佐克斯的车辆设计上 没有方向盘和油门踏板 内部配置了两个面对面的长椅式座椅 长椅的长度不到12英尺 行驶速度可达每小时35英里 佐克斯后续计划推出一项专为 其员工提供班车服务的项目 分析师们预测 亚马逊可能用佐克斯的自动驾驶系统配送快递 5月13日 巴尔蒂摩的美国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受控爆炸 以便将倒塌的弗朗基斯斯科特基大桥的一部分 从3月份发生的大型集中箱货船 船头拆除 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表示 爆炸将桥的横架炸成小段 救援人员能够使用 起重机和舶船拖走扭曲的金属残骸 这项工作原定于周日进行 但由于天气原因而推迟 3月26日凌晨 大型集中箱货船失去动力撞上桥架 据马里兰州称 该事件最初导致巴尔蒂摩港的交通中断 该港在汽车和轻型卡车 农业和建筑机械 进口堂和进口石膏等多个货物类别中 排名美国第一 自事故发生以来 4个临时通道已经开通 部分航运得以恢复 海军洛杉队表示 其目标是在5月底之前 恢复港口的全部能力 马里兰州预计 重建这座桥将花费17亿至19亿美元 预计于2028年秋季完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